今天是鄧偉羅莎,很開心,因為電視又見到你,舞台劇又見到你 近來就是一套電影,我自己很喜歡,因為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有一個電話 算不算是第一次演電影的女主角,Rossa? 這是第一次擔正一個女主角來做,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第一次是《什麼女一》,壓力大不大? 都大,因為自己拍完幾組戲,就不知道出來會是怎樣的一回事 因為始終電影不是我非常熟悉的範疇,我不知道出來會是怎樣的一回事 所以都很緊張,不知道自己出來在一個大人幕看,是不是可以的? 我是否真的勝任的?這個女一 其實王浩賢的電影我已經看完了,你之前有沒有看過他的作品? 哎呀,我沒有啊 Sancar,你也不看很喜歡啊 我看不到啊,那一期真心,導演有邀請我去看手影 我完全不行,我走不開了 是,你明白的 那時候正在忙,是很可惜的,沒有看過 但第一次跟王導演合作,其實也很愉快 因為王導演真的是一個很容易的人 他是很放鬆的 他又不是那些說,這裡一定要這樣做 然後大家要很穩定的,他又不見得是這樣 我跟陳澤民和周國賢,我們其實也不是說熟悉的 大家都是出來 很少合作 對呀,沒有的,其實基本上 是在導演公司,我們唯讀劇本 讀了一兩次,然後大家開始聊天啊 然後甚至是on set的時候 大家等轉機位的時候 在那些時候聊了很多聊天啊 所以那些時間呢,反而令我們三個 真的有一個好似好朋友的合作 對呀,而導演在這邊又覺得 OK呀,你們這種vibe很好呀 然後他又很free的 給我們,你有沒有東西想動 你想試一下那裡改一改 沒有問題就試吧 所以整件事是很愉快的 嗯,但是王導演呢 王導演呢,他自己很多電影都是以眾籌認識 因為預算就會比較小 其實他第一次找你做Anna這個角色的時候 是否需要Casting 還是他早就已經看中了你了 我記得我們是 好像不是,好像沒有Cast 即是他看過你的演出 是,他有看過 然後大家聊時間 所有事情,我看劇本 看看是否有興趣 然後這樣很快就 OK,搞定 即是我說yes 那邊又好耶 很快就開播了 還有拍得很快 十天啊 對呀,很快就結束了 十天是整件事 我拍了兩三天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女一是很搞笑 但譬如你也要看劇本去接 Anna這個角色 吸引你為羅莎在於什麼 我會說是這個整個劇本 我覺得很興趣 不是純粹因為被Anna吸引著 因為這三個好朋友 在小時候的一個約定 那時候是剛剛大家有手提電話的年代 那樣東西又很新鮮 然後大家又做了一個這樣的承諾 就是裡面的答案大家不可以看 一定要等到25年之後 大家一起拿出來看 放在現在這個社會 現在的時代 是很興趣的 因為我不覺得會再有人 會再跟朋友 做這種承諾 但幾年之後我們再 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都來得 資訊科技 技術 很多東西都可以 顯示出來 而我不覺得 會有人再有這種浪漫的 我們約定 怎樣怎樣怎樣 幾年之後 幹嘛 所以我被這個東西吸引 我覺得 好像一個很幼稚的遊戲 但其實是浪漫的 三個好朋友 擁有一個 剛剛新鮮滾熱 有手提電話 這樣 但現在真的全世界都有電話 那時候已經不是真鮮的東西 而我小朋友都已經知道 怎樣去數 即是怎樣去數 其實 在我們未有電話 我們出生的時候 我們成長未有這些科技的東西 看著現在的小朋友 是有一種恐怖的 但是又要接受 的確社會已經是這樣 他們的生活 就是會有這些東西包圍著 他們的成長 我們只能夠接納 和不可以這麼傳統的思想 羅莎 2007年畢業了演藝之後 就入了香港話劇團 其實有沒有想過 你自己好像同班同學 像陸永那樣 走一些比較商業 娛樂圈的電視 或者電影那邊開始的呢? 我記得我很早在學校 對於這件事已經很清晰了 就是我想走一條怎樣的路 就是 舞台 應該 我想我沒有很特別 是說要是舞台 但是我肯定的 不是那種 怎麼說呢? 譬如我們演藝學院的時候 都有些公司 會給一些 選擇 然後是 給我們 告訴我們 你們正在讀演藝的 這裡有些 一個機會 要不要試一下 我身邊有些朋友都會 有機會當然要去啦 但是 我當時已經 已經會選擇了 我會想 等一下 我做這個是 為甚麼 成名 為你 而我當時就知道 我不是想這樣 我記得我是 應該是 深入一深入二 我已經知道 我不想這樣 當大家都知道 有機會當然要去試 有機會被人認識 很紅 我已經 我不知道 那件事 當然 當我想做演員的時候 我會希望 希望人認識 我希望 我常常在洗澡的時候 拿著一支 shampoo 當自己是奧斯卡 的最佳對處角 原來自己在那裡 多謝媽媽 多謝爸爸 當然希望自己可以去到那個位置 但是 我不是想 有任何機會就去啦 可以被人見到 就做啦 甚麼都做 我很喜歡 我不想這樣 我想 確實那個工作 是 我覺得是一個 好工作 和對我的成長有幫助 對我在這個 對我的craft 是有幫助的 我才會想 投放時間下去 即使可能 這個工作不是太多錢 但是有這樣的班底 有一些很好的導演 或者一個很好的機會 一個很好的原因 我會想做 而我不是 做這件事 你就可以入電視 曾經有人問過 上電視台 我真的不想 因為我不是 這個不是我 考入演藥學院的原因 雖然我知道 我會喜歡 表演 我會以表演 為我的 career 但我也很清楚 知道 那個career的 那條路 應該是想怎樣走 而 未必是大家會覺得 很聰明的一條路 會覺得 有這樣的機會 為甚麼不把握 為甚麼 為甚麼要 讓自己這樣 但是 我寧願這樣 因為我這樣 所以你跟著 就做了兩年香港話劇團 一年 尖水文的劇團 跟著就全職了 叫Fly Lance的 舞台劇演員 沒錯 葦羅莎也出過歌 跟麥進龍合唱過一首 《黑盒》 就是2019年 說的 董哲桃永森的 愛情故事的其中一條支線 沒錯 這首歌是講關係的 我相信 葦羅莎是一個很詳情的人 她和她丈夫 張銘耀到現在為止 認識了22年 你自己覺得自己很詳情嗎 真的 沒有想過 一直一直一直都是 都是她 由01年 真的由01年開始 你是不是01年入演藝認識她 是 01年入演藝 然後9月入學 10月1日就會一起 你這些混血兒 有很多男性的女神 應該很多人醉 中學已經有不少男生 我想說 我真的沒有 沒有說這些 首先我讀女校 我讀女校 然後我又 因為我很擔心我爸爸 所以我不是怎樣外出 我沒有外出 你不要告訴我 老公是你初戀 不是 第二個 OK 對了 那 我不知道 因為我入學 很久 我的家人 我媽媽就回到台灣 然後 爸爸 之後 他就慢慢 長時間 在內地的廠 還會 暫時回到香港 沒有枉管 哈哈 沒有枉管 然後 他就 在我 Degree1的時候 我爸爸也 去了台灣 跟我媽媽一起 只有我一個 那 其實 從入學 認識了 German 然後 他跟我一起經歷 家人 慢慢慢慢 他們又搬走 又搬走 那 我有一種 Cling on to 這個人 因為 好像你是我家人 那時候 我姐姐 她又 四處飛 她又不是經常在香港 所以 她真的 支持了我很多 但她 先追求你 但你被她吸引的是什麼 Rosa 嘩 那個年紀 我都知道 十八歲 怎麼說 她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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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儀突然倒塌了 她要頂上 導演頂上整個演員的崗位 你真的不是有內功 那些修圍都上不去 那時候我們還在學校 其實還沒看到這一面 只是覺得我們有很多東西很雷近 她喜歡的東西跟我喜歡的東西很相似 她喜歡的音樂 那時候她喜歡的音樂 慢慢走在一起 她很擔當 她可以取得到這個角色 我覺得她真的很厲害 當她年紀開始大 我看著她是個年輕 變成幕後 她本來是演員 但慢慢喜歡做導演 然後我看著她去學習 其實這個導演應該要怎樣做 然後我在身邊 我有很多東西都很驚訝 為何她會懂得這樣做 為何她會懂得這樣描述這些東西 我忘記第二屆金像獎香金像獎 其實是她去排出的 我也是很驚訝 為何妳懂得跟CAMMAN溝通 妳會知道怎樣去工作這些角度 怎樣跟燈光師溝通 我是很 admire 她這個 ability 因為她真的可以隨時隨地跟任何人都可以有話題 買菜 她可以跟娃姐談很久 然後找到很多free 免費的瓜菜回來 她真的有這個能力 所以為什麼我說她很聰明 她很好奇 所以當她想知道的時候 她就會很想知道多一點 然後她就會吸收 用她自己慢慢找到她自己一套去做那件事 我覺得這是我很 admire 她的一點 星光背後有我Rossa 偉羅莎 想聽足本訪問 立即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 Wir等我們待下! 我們在訪問 來 太小的時候 可能還是好 發生了 沒有 太小了 今天是我和我學 成功的 一個大小的時候 就一條 真的嗎 aş想看 我們在訪問 昔 households 我們在訪問 立即 我們在訪問 他們口